随着年龄增加 肌肉功能会逐渐衰退 英国研究就发现 鱼油中的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有助于提升年长女性的肌肉功能 减少行动不便 而这项新发现 对高龄长者有什么帮助 怎么吃呢 带您来看 无论是从椅子上站起来 还是做简单动作 都会需要用到肌肉力 但随着年纪越大 肌肉功能衰退 但由英国研究发现 鱼油可以有效提升老年女性的肌肉功能 来看看老年女性分为两组 其中一组每一天补充三公克的鱼油 而另一组则是每一天补充三公克的红花油 经过18个星期过后 发现服用鱼油的女性 平均肌肉力量增加了34% 而另外一组则是没有增加肌肉体积 如果吃鱼油 你希望肌肉有成长的话 其实比较着重在于说 你平常日常生活的饮食 然后蛋白质摄取量够不够 还有就是你的运动量有没有做足 虽然饮食跟运动是主因之一 但男性补充力量鱼油 却没有出现同样的效果 原因仍然不明确 但营养师也表示 鱼油包含了EPA以及DHA的成分 EPA可以改善三酸干油脂 防止血管以及动脉异化 而DHA对脑细胞 视觉细胞都有益处 只要是一般的鱼油成分 其实两种成分都会有 可是除非是孕妇在补充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降低EPA的含量 然后提高DHA的含量 因为EPA含量太多的时候 其实容易造成一些抗凝血的 就是风险会比较高 鱼油对成年人确实有保健的帮助 但不可多吃 最好维持一天一克 维持一公克的摄取量即可 记者王主任Renny才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程度 和记者会